出大事了,猎狗老巢遭野狗组团偷袭,猎小狗被活活虐杀,猎狗女王带着大部队出门打猎,没想到前脚刚走后脚就惨遭偷家。 野狗群狂妄自大不讲武德,趁猎狗女王不在家,自着大牙冲进猎狗老巢,此时浑身化斑的野狗如同恶魔,把刚会走路的猎小狗吓得缩在角落瑟瑟发抖。 野狗老大一声令下,小弟一拥而上兴奋的不停嘶吼,像是打了肾上腺素,一口一个叼着猎小狗按在地来回蹂躏,猎狗女王辛苦生下的继承人就这样被活活虐杀。 现场死伤一片惨不忍睹,对草原二哥的称号野狗早就虎视眈眈,失望体型彪悍,哑口一绝,野狗打不过不敢痴心妄想,但上千年来被猎狗踩在脚下,野狗群实在不甘心。 同样出身犬科,都知道猎狗群韬钢手艺一绝,谁能想到野狗也是做外科手术的高手。 成百上千年和失群猎狗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,天性狠辣能忍的野狗群为了繁衍壮大成了草原忍者,克制贪欲保护后代。 比起谨小慎微的野狗,猎狗群为了一口吃天不怕地不怕,宁愿战死也不当饿死鬼,一看见猎物馋的口水直流,就连狮王刚打的猎物都敢抢。 猎狗女王才生产完不久,身体虚弱必须进食,只有把幼崽养大王位才能更加稳固。 于是一大早,安顿好猎小狗女王,就带着大部队出发了。 野狗群偷袭猎狗老窝了,猎小狗惨遭虐杀死伤一片,尸体成了破皮球,被野狗随意践踏。 猎狗女王的梦想彻底破灭,带着大部队打猎回家,刚进领地就看见好几条不怀好意的野狗在放哨。 猎狗女王心里一惊,越想越不对,一路飞奔赶回老巢。 把正在作恶的草原三弟打得措手不及,独属于猎狗女王的巢穴被野狗霸占,嘴里还叼着奄奄一息的猎小狗撕咬。 猎狗女王彻底怒了,他低着头疯狂嘶吼。 远处的大部队听到后,一路狂奔赶来支援。 草原三弟一看不对脚底抹油拔腿就跑,猎狗女王看着惨死的幼崽悲痛欲绝,用头不停拱着猎小狗尸体,沙子之仇不共带天。 第二天一大早,猎狗女王红着眼朝族群一阵低后,得到命令的猎狗群浩浩荡荡出发了,直奔野狗老巢。 看守的老野狗发现不对,刚想放声大叫请求支援,就被猎狗女王一招所候大法,永远闭上了嘴。 小野狗毛都没长齐,就见识到社会的险恶。 一向阴狠毒辣的猎狗动起,手来毫不犹豫,为了速战速决,一口一个咬得浑身是血,短短几分钟就将十几只小野狗送上了西天。 报仇血恨后掉头就跑,等到野狗老大回家,只剩下一地冰冷的尸体,看着地上残留的黄毛野狗仰天长笑,这个夜晚注定是一场血雨腥风。 野狗群清朝出动,朝猎狗一路追击,双方在一个山坡狱上,两狗大战一触即发,韬缸绝命狗和野生霹雳犬,究竟谁输谁赢。 野狗残杀猎狗幼崽,猎狗让小野狗上了西天,草原恶犬彻底撕破脸,双方爆发致命大战。 短短两天,双方幼崽全被屠杀,断子绝孙的仇恨让大战彻底打响。 野狗老大带领族人率先发起进攻,而这时候的猎狗女王小聪明上线,躲到草丛里当起了远程指挥官,不停低吼,让猎狗小弟猛烈进攻,一向有难同当的野狗群一路猛冲。 团战爆发现场尘土飞扬,打得不可开交,仔细一看双方的致命绝技都是韬缸大法。 双方大战几十个回合都累得精疲力尽,野狗老大脾气暴躁,体格壮硕,一打三绰绰有余。 猎狗女王早就不见狗影,时间一长,猎狗群军心涣散,被打得不停后退。 野狗老大眼看局势逆转,指挥野狗分头包抄团灭猎狗,要彻底把嚣张的草原老二打扶。 猎狗小弟生怕搭上小命,眼看局势不对,此时也顾不上猎狗女王的威胁,被野狗追着一路逃命。 几头被包围的猎狗只能趴在原地化身脱落,360度无死角旋转预防野狗掏钢。 顽强抵抗的雌性猎狗肠子都毁清了,好是全被猎狗女王霸占,自己连交配产仔的权力都没有,一辈子拼死拼活,却下场凄惨。 这就是猎狗群一直以来的生存法则,虽然猎狗是草原上有名的团队作战高手,但野狗群更加团结,虽然单打独斗不是猎狗对手,但头脑灵活,战术出色。 这场大战,野狗群毫无疑问大获全胜。 广东多次出现蛇刀人,预言十月将有大事发生,蛇刀人的预言真有那么准吗? 如果四年前,有人告诉你未来大家都会被禁锢在家里不能出门,人人都得戴口罩,你会相信吗? 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这是失心疯了吧。 偏偏2020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,全国人民都被封空了几个月,而做出这样神秘预言的人,并不是什么道门精英或佛门修士,只是平平无奇的卖刀小贩,他们就是我国最神秘的组织。 蛇刀人 2022年元旦时,这些神秘的蛇刀人再次现身广东,他看上去只是一个走街穿巷的普通小贩。 然而,他做生意并不是钱或两清状态,而是把商品射给周围的人。 他预言今年10月广东回下暴雪,并表示相信预言的人,可以在他那里登记名字地址,免费领取菜刀。 他会在暴雪之后的11月,回去收钱,要知道广东作为大陆最南边的省,全年温度都在灵上。 很多人过冬都不需要穿冬装,但就是这样的地方,怎么会下暴雪呢? 因此很多年轻人都把蛇刀人的话当成笑话或者段子,觉得他只是为了制造穴头,吸引人们去买他的东西。 但是很多老人都对蛇刀人的预言很幸福,毕竟蛇刀人的商品是免费赦给消费者的。 如果预言不准,他们又赚不到什么钱,怎么会可能为了多送出一些菜刀,剪刀而随便乱说呢? 所以他们真的认为广东会下暴雪,并早早地为了抵御暴雪做准备。 那么,这些神秘的蛇刀人到底是什么来头? 他们为什么会那么自信地做出奇怪的预言呢? 虽然现在的年轻人对蛇刀人不怎么了解,觉得他们听起来很陌生,但早几十年前,全国各地的农村地区都有他们活跃的身影。 据悉,蛇刀人自称是鬼谷子的门徒,精通奇门八卦,知晓过去未来,每当他们算到天下有大事发生的时候,就会出来寻找有缘人,以手中的菜刀。 剪刀等商品等做引子,依靠免费奢账的形式,将刀子送到需要的人手上,然后做出一些奇妙的预言,警示众人。 其实这都是蛇刀人给自己贴金的一种说法。 据记载,蛇刀人这个职业最早起源于北宋时期,当时被称为补卖,那时候的商业贸易非常发达,很多摆摊算命看风水的人,就把自己的专业知识,跟卖东西相结合,发展成了以补算为核心的销售行为,最后演变成了以卖刀为核心的蛇刀人群体。 因为菜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普通老百姓的刚需物品。 关于蛇刀人最出名的记载,是清朝时期,一个蛇刀人在粮食价格七八十文的时候,声称当粮食价格降到十几文一经再来收账。 而十几年后的光绪时期,朝廷推行改革,粮价真的降到了十八文。 此外,抗战时期,东北山村也有蛇刀人预言日本会投降,当时这个预言还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,使他被杀害。 但最后日本人真的投降了,也使得蛇刀人的预言更让人信服。 说到这里就有人就好奇了,这蛇刀人为什么预言总能成真呢? 他们之所以总能做出精准的预言,大多是因为他们消息灵,脑子活,人脉广,可以根据现有的消息做出一定的推测。 过去的消息传递一向缓慢,农村更是消息闭塞,而蛇刀人走南闯北,知道的东西多,可以根据信息差和时间差做出的预言,一旦预言实现,就会被普通人当成神迹。 并且,能被传送记载下来的预言,基本都是实现了的。 其中必然有很多没有实现的预言被淹没在历史中,所以也存在一个幸存者偏差的问题,显得好像他们做出的预言都实现了。 此外,蛇刀人的预言大多数都是关于人们的衣食住行。 说得多了,总有一些能对上,例如上个世纪的蛇刀人曾预言,粮食涨到一块多,一头猪价格过千,牛过万,有田没人种,寿江穿衣而行,许个媳妇十八万等等,当年的一块钱属于巨款。 这些话听着都像天方夜谭,如今再回头看,蛇刀人的预言竟然全部都实现了,不少老人都觉得这是神迹。 实际上改革开放之后,国家的发展有目共睹,外面还有港澳台和国外做对比,有前瞻性的人基本都能预见到之后的物价上涨,宠物地位提高等,只不过那时候农村人的信息来源有限,认知程度也不高,被蛇刀人的夸张说法给震住了,而国家的发展确实是远超常理的快,才会显得神奇。 随着网络的发展,现代信息的传递越来越迅速,只要一部手机就能知道各地所有的信息,所以新世纪之后,神秘的蛇刀人就变得非常少见了。 至于说广东那位蛇刀人预言广东会下暴雪,很可能是一些资本为了销售过冬物品放出的噱头,毕竟有不少上了年纪的人相信了那个预言,买了不少东西。 好了,今天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,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吗?欢迎留言评论。